大家好我是永恒 那么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今天可以看到给他带来的是一个三国战绩正宗plus 左上角录下是通过验证 难度天王 那么呢这是一期的天王难度之下呢 打的一个黄松的一个限制 然后可以看到呢 左上角的ID是小李仔抱紧头 依然是呢这个上边 很久以前给大家做过的一个玩貂蝉的那位大神 他这个之前呢打过一次貂蝉的一个全城无上 那么这一次呢 他又带来了一个这个老头 这个老头的话呢 可以说是这款游戏里边最弱的一个角色 首先呢攻击力不行 攻击判定不行 伤害低 然后的话呢 这个可用道具几乎没有 这个人物呢 大概就是这么弱吧 然后声音是不是小一点 我稍微把声音收大一点 稍微把声音这个往上去一去 好吧 感觉这个声音应该差不多了 这个自从这个我换了一个直播 换了一个直播软件 换了一个做视频的软件以后呢 这个解说的声音跟游戏的声音呢 不太好 往一起这个来调一调了 然后呢 我也不确定这个最终出来的这个声音是 这个这个解说声大还是游戏声大 这个慢慢在调整吗 刚换的 因为这个最近我以前常用这个解说软件 收费了 收费了我也就不所谓了 是吧正常人家也要挣钱 对吧 就跟各种平台一样 对吧 人家也需要这个生计 需要一些收入来维持自己的这个日常的开销 可以理解 但是收费之后把钱交完不好使 这个我就理解不了 所以说的果断气坑 换一个软件 没有办法 我前几个人都不好使 我还能打整 鞋招没有 然后呢 他这里呢 是进了这个洞 那毫无疑问是为了减了一个土雷 毫无疑问是为了减一个土雷 然后呢 他这个黄龙的这一集打的是一个全程无伤啊 这是为什么我录一个全程的一个原因 因为这个人物的话呢 想全程无伤简直就是费了个血劲了 哎 这下灵威不烂啊 这个升级之后呢 果断射一箭 把这个豹子射倒 这个人物射箭 它是不掉血的 在这个149版本里 射怪不掉血 这个你可以看这个绿岸大神坐的这个踏子 是吧 真凰探分第一关讲命 这个牛逼的这个 能讲病的原因呢 就是这个射箭不掉血 没有之一 然后这位置呢 把这个箭筒撞出来 直接一吃 然后往前走 然后呢 这一期呢 由于时间太长 所以说呢 我给大家呢 也会分一个上下步来做啊 整机呢 打了一个多小时 我会给大家分一个上下各30分钟啊 刚才这一刀抢过的话呢 真的是 可以了 稍微快一点 或者稍微慢一点都抢过 这个黄龙的天敌 应该就是这个刀兵了 他这个全程打的 还是比较进攻的 比较流畅 他是一种以这个快速击杀小兵 狠狠的干这种打法 来这个为主的 然后呢 这里咱们去 继续看呢 上上边拿点道具 拿一个莲花 一个毒气 一个土雷 不是一个土雷去了 一个这个修剑 这是上面道具的一个 主要啊 主要要剪的三样道具 然后呢 再来 第一关的孙姬呢 应该会用这个射箭配合土雷 来击杀 我们来看一下 他孙姬怎么打 这里下边出来呢 先杀一个铁甲 他这敲三山地板是啥意思啊 这也不是打秒杀 为什么要空个追地啊 空了一个关联 然后呢 再来 你看黄东加气速度也很慢 是吧 他这里虽然攻击力低 但是他对这个一般的小兵攻击力还挺高 这个人 说起来真的是挺怪的 所以说呢 加气速度呢 也很慢 打凳的话呢 只有一颗半起 这个换一般别的人问了 不可能那么点 这位置呢 撞连躲一个金珠 很细 然后呢 站着嫂子的身后 可能会打一个三下一度 变化山吧 我看他这个距离 可能不打 不打撞连了 果然 打了个4XA 两个袖剑带走这个 小吕布 然后呢 这个土雷放倒 射剑放走铁甲 撞打 刚好收个4E 哎 这位置补一下 好可以补个4E 哎呦 这一下有点运气能了呀 这一下的话呢 他想点一堆 看铁甲起招呢 他想收招 刚好是呢 来了一个追地的一个左右甩 这下不错 再放倒 这个荒冬的话呢 经常打不满4E 最后算好4E 这个位置是刚打完一套4E 射剑 这里直接土雷炸倒 再来A射剑空兵 这个空兵空的不错 土雷再炸倒 土雷没中 再一颗土雷 可能要交毒气了 果然 可能要交必杀了 要升级了 七万八有一击 看他这里怎么处理这一击 果然交了个必杀 因为的话呢 这一击的话不太好处理 追地 不敢打了 小兵来了 修剑射死这个 高兵 最后一套连招升级 没事 可以 这个第一关的处理是很果断的 连续的几次 修剑清小兵 可以看得出呢 他在这个方案之上呢 也是下了功夫的 是吧 两次的修剑清开场的这个小卫妍 不小卫妍 小吕布 然后呢 连续空第一个特甲兵 直到第一个特甲兵空不住以后 再把那个上面刷下来的刀兵 给他用修剑清倒 因为这也是我常说的这个 黄宗或者说短手英雄吧 黄宗 貂蝉商聊 这些人的话呢 在打天王难度里呢 都非常怕这个谁 哎 他是进来就升级了吗 还是点一圈升得级啊 都非常怕这个小刀兵啊 小刀兵真的是 短手人物的一个小特性了 然后呢 他会丢个金珠吧 还调了个金珠 也没有 也来到了这个位置 你看这个位置是吧 这个位置逐渐会被发扬光的 逐渐会被发扬光的 这个位置还是很好用 他这里呢 选择蹲打 加快一下杀兵的节奏 没有选择用平A 慢慢打打气 蹲打的话呢 也算是黄宗 比较安全的一个 实际以前的一个手段吧 算什么就安全了 然后呢 这个独皮花山说实话 可靠性很高 但是这个如果说 全城后备的小兵 都依靠这个独皮花山 他就不太适合 这个无伤这种打法了 如果你打一个进血了 或者打一个单纯的通关了 那么独皮花山 绝对是你这个黄宗 最可靠的一个保障啊 没有之一 那么呢 这个位置呢 开场速清三弓箭手 再清一弓箭手 可以 全是这个小冠兵就好打了 这个要求的冠兵呢 应该是所有游戏 所有这个三国类游戏 有冠兵最弱的一个系列啊 因为他的手捧雷啊 不能呢 把你这个放倒 然后的话呢 这个怪除了配合boss以外呢 这个远程的攻击能力以外呢 这个兵就毫无量点 当然了 自从这个兵 挪入到风云代洗之中啊 那个土雷呢 把人炸倒之后呢 这个兵真的是 然后牛逼程度 大大提升 绝对是拿的 然后这个位置的话 他不会是 想千万兵再走吧 不能那么打吧 果然不能啊 这要是千万兵再走呢 真的是 有点傻了 然后呢 来 这个两个包子 直接一起撞打 问题不大 打打气 打打分 升升级 这个人物的话呢 也是早到时机 早安全啊 呃 19这个游戏的话呢 大部分人物 也不能说19 大部分的这个三国战绩啊 这个人物到时机呢 都有一个很高的加成 当然除非个别人物啊 比如说19的祖国亮啊 时不时机的话呢 也就无所谓了 貂蝉张辽 时不时机也就到马上了 好吧 所以说的话呢 不是全部人物 这里呢 剪成自己的金色大虾 然后呢 如果说这个老黄中 打什么人物 打什么兵有加成 除了马王以外的话呢 这个小兵类的呢 就打这个大虾有加成 没有人能一个66A 顶死这个大虾 除了他 除了他 白黄都做不到 哎呦 这一下反应很快啊 这一下一看 哎 丢失了目标 赶紧躲 这个也是我以前 在各种视频里 跟大家介绍过的 玩这种高难度的 天王类的这边 啊 这种难度 一定要做到 就是 A一旦失守 赶紧跑路 这点一定要做到 要不然的话呢 这个 你的掉血率 会大大的这个增加 然后呢 这位置还会拿一个土雷 因为这个黄虫 能拿的道具 真的是 少之又少 然后呢 20万08千啊 208有一匹 加上他的水分 大概会在 212左右升级吧 感觉打的这应该有个 四五千的水分吧 怎么样 看一下他会在多少次升级 他可能会把这些兵都杀掉 如果没升级 那他就会留一个兵 大概是这样 又或者呢 他有积分器 这个我也不太了解 如果是没有的话 应该就射箭了 这里呢 是选择了一个射箭 而不是选择了一个射箭 选择四台 清掉兵 往上走 单打能进这个火箭密室的呢 也就只有这个黄虫了 这是单打能进火箭密室的 拿一个注农令 拿一个火箭 这是这个前提 非常可靠的两个清兵道具啊 这里直接射 这个位置的话呢 这个一发火箭是滑的来的 滑的来的 因为这个地方不好打 尤其你黄虫到了五级 这位置不能有火箭了吧 漂亮 这还是很懂啊 还是很懂 因为那这个位置 如果你起火箭 这个盾兵一跳就没了 所以说这个位置不能起火箭 这就是玩多了的话 你对这把小军就懂了 这些比如说射帽子 射刀兵都不能起火箭 因为的话呢 你一旦你射他跳就完了 这是走完黄虫 一个经验上的一个总结吧 然后这里继续 入壁花山 这位置要有火箭把它来秒了 前拆车 等一个石头没下 那就火箭秒杀 可以 马王的话呢 应该会用这个金炉 把这两个军兵清掉 然后留一个小天马 卡一个小天马 揍一个大天马 应该是这样 开场呢 他想寻求一个直接卡的地方 漂亮 哎呦 还好啊 他这里以为那个军兵直接卡住了 所以说他想射一个箭 结果的话呢 这个军兵他突然出来了 其实是没毛病的 但是他这个 正好赶上军兵出来 如果呢 刚才那个火箭把这个小天马射死 那就出事了 这个就不好打了 现在的话呢 调个锈剑带火锈剑准备呢 十克清兵 然后呢 他在这个没有小马 这个在后边干扰的时候 他就会选择打一套链招 打的还挺猛的 你别说 能不能卡住 没有 运气不太好啊 没卡住 直接打 这下有点冒失啊 如果用66A起的话 那问题不大 但是你用这个A起的话呢 就容易挨打 因为5G的A不能取消 这个防御 没必要啊 我觉得 早就给丢火修剑了 这防御真的是没必要 来了 这下的话呢 这个撤离机来到板子右边 早晚会走下来 这样的话呢 连续的顶 平A防一下 他B A四下啊 他这里A四下 不太对啊 可能就是虽然说 他打出雾伤来了 但是对吧 他有的问题也不能全对 这位置如果不A四下 A三下 因为你A四下的话呢 这个马王会有一个 拽倒的动作 他会往后倒 但是如果你A三下 这个马王不倒地 马王直接就冲到了 右边的那个板边里了 你就可以进行 尾连无线连了 但是你A四下呢 导致马王 往左一倒 然后呢 再往右 再往右再来一个那啥 再往右再来一个冲锋 他就没冲到 没冲到无线连的位置 所以说的话呢 这下才说这个四下A 不太对 刚才如果是三下A的话呢 无线连就起来了 那么呢 再往右走啊 你看这里 他留了很多金珠 是为了应对这个滚石阵 这滚石阵的话呢 可能好像会说 那射箭不叫安全吗 那不是啊 这个黄宗 无论是这俩哪个黄宗 包括射三件的黄宗 在这滚石阵射箭 都不是绝对安全 都不是绝对安全 这里的话呢 这个你看他调了个飞碟 他可能金珠好用 这个前级的飞碟不好用 你看他会用这个金珠 不射死几个 然后呢 这个左边出兵 他就用独皮花山 用独皮花山控 射箭 两个兵就凑到一起 那就金珠 然后呢 一个一个兵 他就会射箭 这是他的两手准备 两手准备 哎 这个兵如果万能不跑 他这个金珠就要出发了 后续的话 这个金珠可能作用 就不是那么太大了 咱来看一下这个金珠 可能会丢个七七八八了 哎呦 这个独皮花山 这个独皮花山好危险 跑一个位 土雷是要的 这个老虎建议也打一打 哎 没打 那现在的话呢 马上迎来下一个难题 是什么呢 26万升 这种无常玩法呢 每一个升级都是一次难题 咱来看 他这里呢 始终把这个道具锁定在金珠之上 可能呢 就准备随时发射 这里呢 左上角的位置再次被发扬光大 是吧 这个地方的话呢 黄东这个队还是很安全的 还是很安全的 然后这里再来 就等兵上了 哎 这个想法就对啊 你牛逼你就拖死我 90秒没上来 对吧 你一旦上来呢 我就一副当官 万副门开 前面金珠可能要用了 因为左右刷兵 我们来看一下 没有用 丢 果然 这位就丢 哎呦 这一下 说实话 这下说实话 有点拼运起了 这下真的有点拼运起了 没必要 我觉得呢 一出场直接就两 直接就一个金珠一清了 然后的话呢 留两个兵慢慢归 那样的话呢 稳健一点 这位置丢个土雷 炸死一个害处理啊 我们来看这里 他要丢什么 土雷批倒 丢一个雷炸死 绝对是雷 问题不大 这样的话呢 把这个安全系统送价 但是现在26万要升级了 他可能会留一个兵 把这个极 哇 六 他可能会留一个兵 土雷花山 他可能会留一个兵 把极省了 不升级吗 他不升级 他来看一下 前面自己的铁加怎么办 他如果是这种情况下 不升级呢 感觉应该就是 他有一个这个辅助软件 应该能看一下 这个自己差多少分升级了 做到一个心中有数 这个剧情会卡一下 这个剧情对开场清平 帮助非常大 不卡吗 果然卡个剧情 因为这个剧情对开场清平帮助非常大 这想打无伤的 叫做好每一个细节 这里呢 一个撞升级 独屁花山 没下去 往右打个绣剑 现在不太好搞了 因为现在的话呢 就只看 哎呦 他这里 他这个跟我的打法完全不一样 他是 比较搞这种喜欢和小兵 抢正面的一个套路 刚才换我的话呢 那下A我绝对不会出 那么呢 这里是最后两个兵 问题还不大 打一个独屁 打个4加A 直接秒掉 可以 再来 独屁C还跳屁 因为这个独屁花山打不着了 这里还是独屁起 很稳 往右 几个弓箭手 不成问题 这可能要丢个绣剑 这几个小兵很厉害 这绣剑丢了直 这地方的话呢 可能是要慢慢来了 果然 利用了一个必杀 没死 你可以看到这个人有多弱了 是吧 然后来了 这个地方的话呢 直接跳过来 把这个刀兵线引出来 弓箭手不也 可能会丢道具 果然 这位是杀一个 然后呢 哎呦 最近这把弓箭手脸上走 也挺虎啊 但是玩的挺虎 东北话来讲 这种玩法是挺苦的 然后呢 这里把铁塔杀掉 你看这就是我说的 这个卡一个巨型 方便清兵 然后的话呢 打一个12列 没什么好说的了 撞打三下 撞打三下 回头四下 独冰花山 一个12列 哎呦 失误了 他这个连招失误 有点没他看懂 这里来 这里是我常教大家的一个 119下火源打法 一个大波 一个这个大小龙 三道波 他必出两下A 然后你就可以跟他 抢招 抢他第三下A 这是打下火源的一个办法 他们呢 对于这种能打无伤的人来说 这个下火源 绝对是不值一提是吧 没打尾连还行 我以为他这个驾驶起着 打尾连呢 那么再来 一道波 可能出砍 出砍就直接跟他 打背后 这是一道波的打法 这是下火源的两个破定 第三个破定呢 就是化地为牢 接大砍刀 那个不太好抓 一般来讲呢 打实战就抓这两条破定 追地 毒P 再追地 再毒P 再追地 毒P死了 没追上 好吧 快跑 这下怎么会 毒P花山没花出来啊 这下毒P花山花出来就凉了 那他因为你第三周用完 Boss快速起身 你毒P花山受不了招 直接就鬼 然后呢 剪一剪刀卷 哥们剪错了吧 啊 啊 这个猛龙过江 啊 吓我一跳 我觉得 谁就是这么能打无常 可真屌啊 啊 毒P董换成大虾 能打无常 那可太屌了 OK 来到这个今天视频的最后一关 危险汉中帝 我们来看开场的话呢 调了一个火球键 又调了个金珠 他应该是准备把 又来再俩训兽师 给他金珠清掉 41万6有一级 没升现在还 他现在有个9级 哎还不错 直接升了 要不然的话呢 可能一会儿会 形成一个阻碍 这里的话呢 左边又爆了 右边又爆了 看看怎么拿 先把右边的推到左边 没推到快跑 那还不跑 哎快跑 然后呢 他把右边的引过来 然后呢 接着推 还会有爆 调了个毒标 不太科学 可能到这一会儿会切一下 毒P花山 这位置有训兽师啊 这就直接硬干了 是个狠人 没死吧 果然没死 丢个板砖 把板砖运过来 然后呢 前面有个训兽师 先给他砸死吗 没有直接一起来 砸老虎 射火箭 看个广告牌 这是一个小细节 是吧 我以前经常教过大家 这广告牌的 初次时间 他不刷屏 然后的话呢 便于你把右边 这个水平卡住 这都是一个小细节 这种东西的话呢 哎 这 他那个 他这个打法 恕我直言啊 他这个打法能出一把不上 不知道得搞多少次 因为他这打法 太不稳了 刚才那下 就是毒P花山 运气成分太大了 就是 说那下水平扎住你呢 一点都不过分啊 一点都不过分 因为他还没确定 那个水平就卡住了 就去打左边的水平 然后呢 打画面沉没了 所以说的话呢 这个刚才的运气 真的是够爆表的 那么还好啊 那家恰恰爱打 然后呢 继续 请那些忍者 请那些忍者 我觉得可以配合一下绣件啊 因为这个绣件的话 那后边都能剪过来 他这里绣件也没用 然后的话呢 他这黄奴也是没招了 实在是没啥剪着了 他剪了个进度 因为这玩意儿 你看 这些道具再能剪啥呢 再能剪一个九戒杖 哪有九戒杖了去呢 是吧 所以说呢 也太沉 逼没招了 捡了个这个金珠 金珠的话呢 好歹远程 可能用一用 是吧 咱俩看这儿啊 这位置可能会丢个金珠 把他俩打死吧 哎 不能 丢金珠 后边出道兵了 直接 跑 跑也是正道 完了 这个右边没打死 赶紧 赶紧跑 左边没跳 运气还不错 左边道兵如果 刚才就是紧逼过来 那就 就难了 刚才那个位置 可能就要开绣件 或者开BX了 这个位置的话呢 哥们你先打那个没动 哎 你先打那个没卡住的刀兵 完了 卡住的 卡住的兵的话呢 就等于死兵了 你去打的是没必要的 这里呢 跳到土雷亲老鹰 没问题 这个套路呢 也是 在这个位置的话呢 土雷亲两个老鹰 通用的一个套路了 然后呢 这位置左边 独皮花山 六独皮花山 这个远程 你看你独皮花山啊 他这个 攻击范围 远远比这个动画效果 来的要多 因为他那个独皮花山 有一个小光波 这个大波的一个范围啊 对不对 大波他大 所以说的话 攻击范围就过 这里呢 利用这个石头 把这个攻击手都砸死 前面的话呢 应该会卡一个马 生一个尸体 这个走完限制的 走完黄松限制啊 到这 这里应该是火箭杀四 漂亮 杀三眼前 这位置呢 卡个马 然后呢 把这个马随便杀掉 随便杀掉 四六八升级 然后呢 把贴甲杀掉 之后的话呢 不不不 先射箭 哎 他这里先杀个贴甲 但是呢 四六八 这一级现在杀不了 生不了 然后呢 射箭 哎 总玩黄松限制的 都会在这 把这个等级相当实际 因为这个马的话呢 不倒地 射起来 也不耽误时间 不磨 然后的话呢 四六八 马上有个一般走水分 可能四八零就升级了 哎 升级了 你不射了 实际的话呢 这个黄松就算个小质变了 小质变了 下往后 没什么大质变了 他这打的 他打了三害炸了 可能各位你们不太懂 什么原因啊 他打三害炸了 应该是把这个水分凑个整数 由此可以判断呢 他应该是有一个 能看到自己水分的 这么样一个辅助 俗称的一个积分器 这个东西的话呢 对于这个打无伤和打贪分的帮助 还是比较大的 然后呢 积分器呢 还能显示这个有脊椎 这个椎地的话呢 对秒杀的这个帮助也是比较大的 然后呢 这里再继续来 捡了个土雷 左边他是一定会走的 因为的话呢 左边有两个隐身衣啊 这个黄冬到后边的话呢 没有这个隐身衣 你想打一个不伤 可能是有点费劲了 有点费劲了 还有金珠没用吧 这个金珠感觉没有草的力啊 这里砍死 这两个攻击手不打 直接进去 问题不大 这两个金珠是轻在两个大胖子的吗 还真有招子 鹿皮花山 跑位 鹿皮花山 完了 你看我一猜就是 就是一旦我说完了这种情况呢 就是 就是要有危险了 然后呢 有危险的时候呢 他直接就选择跟他帮小鱼硬钢啊 像我这种情况呢 一般就会躲下或者防御了 这就是打游戏的风格不同 这里面丢个修剑 没有问题 丢个修剑呢 把拦路的攻击手 给他干倒 然后呢 进入再捡回来 以备这个不吃之躯 往里走 这里边的话呢 拿个衣服就没了 这黄东多可怜啊 进来只能拿个衣服 撞一下 捡个衣服 然后呢 铁甲这里 不用射箭吧 那能空 那倒行 可以啊 我就感觉不行吗 这个不稳啊 因为这铁甲是先后出来的 你先后出来 你瞄前边射吧 后边后出来的射不着 然后呢 后边你说 你瞄后边这个 出来的射吧 前边的容易动 所以说呢 不太稳 然后呢 往前走 这个位置的话呢 应该会跪一下吧 这个位置固一下是正的 因为这地方刀兵很容易 这有个修剑 不知道他会不会撞 果然撞了个修剑 然后呢 往里走 里边这四个兵很强啊 他会用修剑 随之方身 果然 看看是吧 他这个大体上什么套路 基本上我还是其中有数 利用独皮花燃 利用独皮花燃远程的大波 修剑撞一个 问题不大 然后呢 这个谁 这个这个 孟悠是不太好的 孟悠什么的方法 我们来看看这个孟悠怎么搞 这里丢个莲花 往前跑 炸死 这四个花 已经很厉害 这两个兵 俩傻了 独皮花燃收 土雷炸死 然后的话呢 这个位置土雷 往左跑 哎呦 他这个位置 站得挺精准啊 这换我这个眼神 可能最近就中了 这种就是上下差一点 这个位置 我看不太清 他就能在下面丢土雷啊 这个是老虎出场的位置 是比我们长丢的土雷 位置要稳的 修剑直接起招 这个 这个套路得说好评是吧 因为的话呢 你们如果看过 我打的这个祝格亮 这个无伤 或者说 我打的高难度限制 到这也都是修剑起 因为这个 孟悠有多猛啊 不用到这 玩过的都懂 这位置三锥用完 修剑直接打死 血量进场刚刚好 问题不大 这一波操作呢 非常的美 然后再来看 土雷剪 金珠剪 莲花剪 然后呢 底下毒气剪完了 往前走 这六个毒标 然后呢 有一个新的祝物令 新的祝物令 可能会减下 因为这个新祝物令的话呢 前面没有什么 要修剑起招的boss了 然后呢 新的祝物令呢 可以给你的莲花 因为这黄东在 事故地以前的莲花 跟个傻子似的 最说的话 可能会一用 不批批倒 那就可以了 两个铁甲 就直接就搞定 我到现在 我很纳闷啊 我打掉他5G 我把两个胖子兵 放倒了 他们也不会防 我又开个必杀 怎么了 是吧 我觉得这种兵 两个兵一起放倒 无限价起身 他怎么可能弄掉血 我到现在 很纳闷这个人 有这么不好理解吗 感觉应该很好理解 然后呢 往前走 这位置可能往左 射个修剑了 选择一个A肚皮也行 反正呢 得空下左边兵 然后往前走 那他这里 这样分数又出现了 一个300分啊 因为有个战略 是三下拆的 不知道他还会不会 把这个分数再空 这里呢 是把520那集升掉 然后往前走 看看他把分 再打不打一下 这个战略拆一下 底下的肯定就不拆了 然后呢 下后蹲卡住 开场修剑 保证一个 100%的一个什么 100%的一个这个 倒地拖半瓶 你看果然打了三下 是吧 你看他这个 炸了的话呢 打完之后又把分数 凑到了整数 这样的话呢 方便你计算升级的分 因为的话呢 这个计分器 它只会告诉你 你现在的水分有多少 你得自己加 水分得自己加 比如说你52万那集升级 你水分是7200 你把他加就不好加了 但是你水分如果是8000 对吧 那52万升级的话呢 直接就是加完8000 就是60万 下后蹲来了 再看一下这个下后蹲 还有一个火箭 然后呢下后蹲出场呢 他这是空阵 空阵呢 什么叫空阵呢 各位 再看一遍啊 66A miss 66A不中 66A不中 直接三下A 然后呢 撞三下A回头四台 这样做的好处呢 是你不用打三下A 接66A了 因为你这个空阵的A 是零几的A 零几的A 拉后能取消 这样呢 保证你这套12连 100%不失误 这是空阵的好处 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懂 他打的这个细节 最后一套 还是空阵 看见了吧各位 还是空阵 这样的话呢 如果你黄东 你用三下A起66A 你这个连招 是有可能失误的 因为呢 你直接起三下A 的是十几的A 你不能拉后取消 你的66A呢 就要做到准 非常准那种 然而黄东的三下A呢 有的时候 你离他太远的时候 他就不好打那12连 这个东西 你操作过你就懂了 所以说呢 他选择了这个空阵 这个是真的是 非常稳的一个手段 空阵12连 是100%不失误的 那么这里开了个B杀 他这里这个B杀 交的可以啊 有点东西 然后呢 依着一下 减个金桌 四个胖子 可能会丢一个金桌 清个平 直接A 赶整 那是为了打点戏了 独屁花山吗 没有 他终于不拼正面了 他这个 要是按照他正常的风格感觉 他那个距离 他应该独屁花山了 但是独屁花山不稳啊 因为你后边那个小兵 天王南渡这种兵 他有可能上下绕 就是我所说的那种 除了正面硬刚 除了无限后队 两种以外的兵 来回迂回绕后这种兵 除了这种兵 怕这种兵 所以说的话呢 有的时候直接独屁花山 开背后是不稳的 当然了 如果你看习惯了 我打的那个 无双版传说难度 拍摄法 那里有多少 绕后背的小兵 你应该就 那个是真的是 血坑啊 我是不止一回的 鼓励地帮小兵 我说你们打的好 牛逼 镖子漂亮 但是我从来没有罢过他 这里呢 咱们继续往前走 继续往前走 这里卡兵 没什么好说的是吧 左边的留住 右边的杀掉 没有必要去杀 那个兵吧 砸死就好了 他的留作后一个火箭 是为了清这个铁甲 你看他这个方案 还是很到家的 因为他左边铁甲 出来太远了 他不可能用跳刀 把你的火灾键砍断 然后呢 张辽出场 放风转参与 有个收招时间 所以等一会儿 直接火箭 漂亮 他这个火灾键 留的好评 然后我们来看这里啊 张辽来了 你看这个三下一戒 661他就容易失误 看见了吧 他这里没有打这个12连 怕失误 因为这个 这个连招打张辽 一旦失误必爱的 是吧 一旦失误必爱的 谁也反应不过来 因为你三下一 661没出来就出 三下一戒一个 第一下一戒了 那肯定就挨打了 反应不过来 这位置他对张辽的 存招系统还不太熟 因为的话呢 他刚才打了一个 张辽的一个 升级以前的出招 那样的话呢 是百分之百会存招的 他这里分数可能要升级了 58万只有一级 是585有一级 我就不知道了 这里来 你看张辽每次 他这个空阵 是吧各位 这个名词 数语叫空阵 实际呢 就是661撞不着 用这个0GA起手 这叫空阵 那么再来 等着升级 空阵起 接撞 百分之百不输 回头四战 打一个跳刀 打了个都比划战也行 然后这个时候 你如果 就是计分机的好 就显示出来了 如果你没有这个计分机 你就心里就嘚瑟 哎我差多少分了 谁也不可能说 边打边给分全记住 那就开玩笑了 是吧 那我差多少分了 我这条连长能不能反 我后前一段时候 能不能升级 我七连断了 能不能挨打 是吧 这就嘚瑟了 哎哥们 他这个修剑以后 你别射倒他了 他百分之百升级 他百分之百 随一个升级 你不要问我为什么 这里再来 不平方差 他如果开AB之后 百分之百升级 就能了 那好吧 没机会了 那么他直接搞定 哎 你看不看着 他这下就不回头了 看见了吧 这就是 哎呀 百分之百升级是吧 那这好吧 他这还挺配合我 把这几个全演示出来了 一个是刚好七连升级 你说他这下 打第四下A 他就是知道自己要升级了 这就是 基本记忆立功了 然后的话 张辽之下 正好也是伴随着他断联 延伸出来了 百分之百升级 那么好吧 咱们的上部呢 也就到这了 感谢咱们的小利在大神 我是本期的解释永恒 如果各位喜欢我的视频呢 希望各位能帮忙 点点关注 咱下部的时间不见不散 拜拜